心脏不好在脸上的表现 王丽萍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心脏不好的这种人 我们经常看见他就是比较神皮乏力的这种感觉 你看他的脸色来说就是脸稍微有点肿啊 胀胀的那种 活动的时候看着有点气粗 走得快了就会明显的感觉气喘 但是这种情况要排斥肥胖的 和长期不用的这些患者 他一行走也是会气喘气短 大多数情况下 有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这种患者 以及周围血管硬化 多么硬化的这种患者 那我们就考虑他有冠心病了 有一些心脏头表现是也有心肌缺血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他肯定是有心脏病了 我们要在医院要找正规的医生 要找专科去做正规的治疗 这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进一步的提高一些 有一些人说是那我嘴唇发指 是不是我得了心脏病呢 这种情况下 小孩子如果是嘴唇发指 一哭一唠就变成个子淡淡了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孩子有可能有先前性的一个心脏病 和房间该缺损呀 使节该缺损呀 或者动脉刀罐未必呀这种 我们目前的治疗手段是很简单的 微创形式下可以做一些分毒治疗就可以改善 还有一些成年人 新活动了以后也有这种嘴唇发指 这种情况下也要考虑一些 先天性的房间隔缺损 或者这样子先天性的疾病 首先要考虑这样子 另外一个考虑肺动脉的一些疾病 导致我们的心脏一些问题 所以要到医院去就诊 还有一些嘴唇发指的是 长时间的吸烟 而导致的我们的气体交换功能不好 导致的这种嘴唇发指 一般我们心衰的这些患者 嘴唇发指也是有一些 但是还是多半都是嘴唇比较淡 专家提示 一心脏不佳人群呈现乏力 脸微肿气促 二儿童嘴唇发指 可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房间隔缺损 事件隔缺损等疾病 三成年人活动后出现嘴唇发指 需考虑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和肺动脉的疾病 四部分心衰患者嘴唇发指 一会儿童嘴唇发指 一会儿童嘴唇发指